能土啊,什么是万能土啊?万能土就是说什么花都能种是吧? 他你这个理解呢,有稍微有点问题啊,什么叫万能土啊? 所谓的万能土就是什么花都能收长,那地下的这个黄土不就是万能土吗? 你看大自然是吧,孕育了万物,什么都能长,对不对? 那如果说你放到养花盆栽来说呢,这个万能土它是有几个条件的,我给您说一说,您记一下。 首先第一点呢,就是一个酸碱柱。 你如果说咱们养的比方像牡丹那种习碱性的花卉,它这种不喜欢酸性的, 你这种你给的酸性土,它就不合适。 你如果说茉莉啊,杜鹃啊,米兰啊等等,还有三辣花这些个喜酸性的, 你给它用地上的黄土,你要是PS值过高的那种,它根系它就不吸收营养, 它就不合适它。 首先第一点呢,是PS值。 所以说呢,你买花的时候,买花土的时候啊,千万注意,PS值是多少, 一定要保持一个微微的弱酸性,大概在6.5左右就可以了, 别超过7.5就可以了,基本上什么花都可以用。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? 它的一个透气性,这个土如果说是那种黑胶泥的土, 如果板结的话很硬,当当的硬, 它在板结的时候会出现裂缝,它一裂缝呢, 它又会产生一个张力,把那个根全都载断了,对不对? 要么就是这个根挡不动,拿头撞墙根本撞不动啊, 那花挡不动,是吧? 首先考虑是否松软,是否透气。 第三点呢,是否有一定的保水和排水性? 保水性这个呢,大家也都知道,像海绵一样,对吧? 那透水性呢,就是说,你一定要浇下去水,它能渗出来, 不能老是裹在上面,如果说,你像那种月季之类的是吧, 它比较,还有茉莉,这些喜欢干湿循环的这种花卉, 但它需要一定的这种排水能力, 如果说,你老是湿的,老是湿的,它根系就不生长了, 你一定要理解,根系在干的时候,它就觉得, 哦,怎么没水了,我多长? 那么第四点呢,就考虑这个土壤的肥力问题了, 说到土壤的肥力呢,好点话,抓一把化肥上去了,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, 其实对于植物来说呢,它的一个肥力,最佳的一个呢, 就是有机制,有机制并不是说给植物直接吃了, 就是说,它给它那个土壤里面的小细菌, 小微生物的小家伙们吃, 吃了以后,它们拉爸爸,拉完爸爸以后,花带吃, 知道吧,花人就是干这个事的, 所以说呢,并不是说越多的肥料越好, 而是说有机制含量越高越好, 那就像咱们家卖的这个, 像咱们家卖的这个酸性土呢, 主要的一个材质呢,就是说, 哎,进口的这种酸性泥碳,微酸性的, 它有机制含量就非常的高, 它非常适合, 那么想要让它万能一点呢, 想要让它保水一点呢, 你可以加一些珍珠盐或者稚石, 稚石是防止板结, 珍珠盐呢,是防止积水, 是增加它的透气排水性的, 所以说呢,所谓的万能土呢, 就是这么几个条件, 第一点呢,就是弱酸性, 第二点呢,就不要板结, 第三点呢,有一定的排水, 保水性, 第四点呢,有丰富的有机制含量, 那么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点呢, 就是不要有菌, 也不要有虫卵, 不是那么个事啊, 所以说注意这六个点就OK了, 这就是所谓的万能土了, 如果说你比较不知道去哪买的话, 你可以来我店里面看看, 咱们家卖了五六年的一款酸性土, 非常的不错,推荐给你, 人家话说价格高, 肯定一分钱一分货, 毕竟我是拿着良心去做事, 好了,今天呢, 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万能土的一个, 嗯,想解吧, 觉得不错, 记得点个赞吧, 有其他养活问题啊, 记得视频下方留言, 我是老花一, 养活问题,